同学们好,我是赵博士 最近搞到了一份资料 初中教师转正必做100题 我看了一下,这些平面几何题目质量都很高 有的甚至是世界名题 远没有他的题目说的这么简单 然后我就想给大家做一个秒杀系列 也就是用比较快速的方法 把每道题做至少一个解答 并且尽量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来做 好的,我们先每道题给个十几秒的时间 先看一下题 继续看第25到27题 25题结束 26题结束 27题结束 来到我们的分析阶段 正方形ABCD E是CD上一点 AE交BD于G 交BC的延长线于F 连接OF 交CD于H 然后加一个条件 然后加一个条件 AB长度等于1 是为了第二问计算面积 求正1 当且仅当E为CD的终点 OG加上GH等于AO 那这个等式 那这个等式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GD等于GH 也就是说 DGH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说GH平行于OC 那我们分析出 那我们分析出了这个等式 那我们分析出了这个等式 它的本质就是GH平行于OC 也就是线段乘比例 DG比上OG等于DH比上HC 然后这样一道题目 我利用梅涅劳斯定理 利用三角形DBC 然后两条直线通过三角形 梅涅劳斯定理得到两个比例式的成绩 然后其中包含我们需要的各个比例 另一方面 E为CD终点的话 那DE等于EC CF等于AD 那也就是说 当E为DC终点的话 GD比上BG 等于1比2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关键点 那么我们就利用刚刚分析的结论 来做这道题 具体的做法 后面会展示 然后第二问 S三角形HCF等于CF减去CH 除以4 那明明是三角形的面积等于1二分之1 CF乘以CH 那所以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些比例的计算 也就是证明CF乘以CH 等于CF减CH除以2 好的 分析完毕 第26题 三角形ADE 向外做两个正方形 连接CF取CF的终点M 连接MDME 求正DME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题其实特别像 我很早之前讲过的一道题 那做法的思路和那道题也是一样的 还是三角形全等旋转变换 斗转星移 事实上就是说 延长直线DE 然后做这些点到DE的垂线 那做点A到DE的垂线 这样一个三角形 其实就是挪到了这里 然后这边的三角形 挪到了这边 所以这是一个等腰梯形 然后终点的话垂直下来是中卫线 于是推出 那假设M下来的垂足是N DN等于NE 然后利用中卫线的长度公式 证明这是一个等腰直角 好的 具体的解法最后会讲 第27题 四边形ABCD AB等于AD AO等于OC 那这道题 那这道题我用几何法做 因为AO等于OC 所以如果BD BD是大于OD的 那在这边结一个线段 长度等于OD 那这样连接下来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假设这一点是E EC等于AD 那在这个三角形里边 BE等于BO减去OD 三角形两边合大于第三边 它加上AD是大于BC的 那我们得到不等式 BC加OD是小于AB加上BO 当BO小于OD的时候 那显然是辅助线坐在这边 如果BO等于OD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零形 所以这道题也不难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解答 第25题解答 我们用两个梅涅劳斯定理 找出线段间的比例关系 首先 DG比上BG乘以BF比CF 乘以CE比ED等于1 也就是说在这个式子里 如果CE等于ED 那么剩下两项相乘等于1 第二 DO比上BO 乘以BF比CF 乘以CH比HD 也等于1 第二式和第一式 还有一个公共的因子 BF比上FC 假设E是终点 假设E是终点 那么CE比上DE等于1 那同时CF等于AD 所以GD比上BG等于1比2 那 根据上面两式 那根据上面两式 我们就得到 此时 DG比上BG等于CH比上HD 也就是说CH比上HD 也等于1比2 那 我们看线段BD O是终点 事实上也就是说 GD是1分之1 BG是2分之2 所以OG是1分之6 所以OG比上DG等于1比2 故GH平行与OG 那如果知道GH平行与OG 我们利用第二式 GD比上OG等于DH比上HC 等于BF比上FC 然后利用线段之 第二十六题 做CMAF 到直线DE的投影 这些点叫做PQNH 那 三角形DAH 全等于三角形CDP 然后三角形EAH 全等于三角形FEQ 所以AH等于PD 等于EQ 然后FQ等于HE CP等于DH 因为M是终点 所以MN是中位线 那N是线段PQ的终点 同时 同时也是线段DE的中间 另外MN等于1分之1 FQ加上CP 等于1分之1DE 所以这是一个 等腰直角三角形 命题成立 第二十七题 如果BO等于DO 那么ABCD为零形 不用说了 如果BO大于OD 那在BO上取一点E 令EO等于DO 连接AE和EC 那AECD为平行四边形 所以AD就等于CE BE等于BO减去OD 在三角形BEC中 一条边BC是小于BE加上EC的 那这其实就是说 BC加上OD小于AB加上BO 如果BO小UOD 在右边做平行四边形 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 这里就不说了 所以27题得正 好的 今天的三道题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